婚姻之于一个人的重要性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那是要相伴一生的人 除了需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 更重要的必须是灵魂契合者 只有当爱恋是发自内心的 不是由各种前提要求组合而成 这样的婚姻才是幸福的 所以感情的事情只能自己做决断 一旦随意插手干预别人的感情 后果可不仅仅是鸡飞狗跳而已 艾玛的父亲是当地首富 从小家境优渥 养成了她骄傲自负的性格 尤其是在姐姐出嫁后 家中只剩她和父亲相依为命 更加备受宠爱 自从成功撮合自己的家庭教师小美 和没落贵族的婚事之后 让艾玛爱上了红娘这个行业 想要再次撮合别人 享受事成之后的成就感 正巧没过多久 她认识了女孩小红和艾玛不同 小红不仅身份尴尬 是一个私生女 而且家庭条件不好 看到举手投足 都散发着贵族气质的艾玛 小红羡慕不已 同时也更加崇拜她 而单身的小红 成为了艾玛下一个撮合对象 小帅不仅富有上进心 而且高大帅气 所以艾玛竭力想要撮合她和小红 初次见面 两人相谈甚欢 都表现出对彼此很感兴趣的模样 这样艾玛更加下定决心 要成就他们的美好婚姻 直到一次 她和小红一起回家时 路上遇到了小黑 小红和她熟络的聊天 眼神里是藏不住的欢喜 原来小红早就心有所属 小黑已经先小帅一步 住进了她的心里 可艾玛非常不看好小黑 她认为对方配不上小红 社会地位不高 还没钱 根本给不了小红幸福生活 而小红自己本身对于感情仪式 就还云里雾里 听到艾玛这么说 内心不免有些动摇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小黑托人给小红送来了一封求婚信 小红看了非常开心 但艾玛却给她浇了一大盆冷水 在她看来 这封信明显是找人代写 这么重要的事情都要假守他人 可见小黑心里并没有像她写的那样爱小红 随后小红听从艾玛的建议 拒绝了小黑 让小黑大为不解 于是就找到大壮寻求帮助 大壮和艾玛相差16岁 是整个小镇唯一敢正面驳持艾玛的人 对于艾玛撮合小红和小帅的事情 大壮极力反对 因为小帅是个非常有野心的人 婚姻只会是她成功路上的踏脚石 很明显 家境平庸的小红 达不上她对妻子的要求 可艾玛却不相信 她认为 小帅是小红最好的归属 在一次聚会结束后 小帅突然坐进了艾玛的马车 并向她表白 艾玛惊讶不已 在拒绝她时 还不忘撮合她和小红 这让小帅生气不已 而这件事才过四周 小帅就和另一名贵族小姐结婚 虽然艾玛因此感到沮丧 但并没有就此放弃 她认为这次不过是意外 随后她又看中了小美的妓子 从小被寄养在姨妈家的小王 而且她还即将要继承一大笔遗产 几乎是与小王同时回到镇上的 还有小丽 她外形亮丽 性格温柔似水 还弹得一首好钢琴 风头完全盖过艾玛 这让她非常不悦 另一边还没等她开始撮合小王和小红 艾玛发现在别人眼里 她俨然和小王是一对 毕竟在这个镇上 能够和他们当互对的 恐怕也只有小王了 同时 大家也以为大壮和小丽是一对 看着两人 你弹琴来 我唱歌 让艾玛非常嫉妒 这也是她长这么大以来 第一次竟然有了这样的感觉 她不明白自己为何会如此 是因为看到小丽更加优秀 能够成为人群的焦点吗 还是从来对自己没有一个好脸色 却能和小丽情色和名的大壮的态度 亦或者是两人一副狼情惬意的模样 艾玛越想越困惑 回想以前 第一次大壮来访 艾玛总会刻意打扮 想要吸引对方的注意 同时又不敢直视对方的目光 零零总总加起来 难道说她早已爱上大壮了吗 那她呢 是否对自己也有不一样的感觉 还是如别人所说 忠意于小丽 在后面一次镇上举办的舞会中 没人愿意邀请地位低下的小红跳舞 小帅借此对其进行讽刺 这时大壮站了出来 邀请小红跳舞帮其解围 让艾玛心中对她的爱意又增加了一分 几天之后 大壮在自家庄园举办了一次聚会 大家都以为要撮合小王和艾玛 大壮则和小丽坐在一起 这让艾玛醋意大发 正巧小丽的舅妈将艾玛和小丽进行比较 艾玛借机发泄心中不快 甚至口无遮拦 说她是多嘴寡妇 场面顿时变得非常尴尬 最终大家不欢而散 临走时 大壮斥责了艾玛今天的行为 不论小丽的舅妈说了怎样让艾玛不高兴的话 作为晚辈 都不应该用那样恶毒的语言去说长辈 不仅会显得非常没有教养 同时更是人品不好的体现 被自己心爱之人痛骂 艾玛心中非常委屈 大哭了起来 不过她也明白了自己的行为 给别人带来了怎样的伤害 所以第二天一大早就前往小丽舅妈家给她道歉 而对方自始至终都没有怪过她 一天小美来家中做客 她告诉艾玛 原来小王和小丽早就情投意合 甚至还私定终身 在小王姨妈上周过世之后 横格在两人之间的阻碍消失 没人能够再阻拦他们了 原本小美是想让小王和艾玛在一起的 所以对此她感到非常抱歉 但这件事情并没有给艾玛带来伤害 反而让她开始反思自己之前乱点鸳鸯谱的行为 曾几何时 她就是站在小美的位置 根据自己的观点喜好 干涉别人的感情婚姻 却从没关注过对方心中真正的想法 好不容易意识到自己错误的艾玛 却又迎来了新的麻烦 自从舞会中被大壮解围后 小红就爱慕上了她 一边是自己的好友 一边是自己喜欢的人 艾玛陷入了两难之地 更何况 小红和小黑的感情 还是被她一手破坏的 满怀愧疚的她 要何去何从呢 在知道小王和小丽的事情后 大壮前来安慰艾玛 并且鼓足勇气向艾玛表露了自己的心意 原来在过往的一次次相处中 刁蛮任性 却又可爱善良的艾玛 早已悄悄进入大壮的心 可此时正在为小红苦恼的艾玛 面对大壮的表白 更加不知要如何是好 知道缘由的大壮告诉艾玛 小黑应该还爱着小红 于是在两人的共同努力之下 小红看清了自己的心 和小黑有情人终成眷属 而艾玛也可以无后顾之忧地接纳大壮 开始了幸福生活 人生而平等 本就不应该因为物质条件 而划分三六九等 尽管好的生活质量离不开金钱 但生活的幸福度 更取决于精神世界的富足 每一份感情都来之不易 不应该被世俗之物污染 要遵从自己的内心 跟随它每一次的跳动 找寻属于自己的灵魂